肉食动物有三个差异 就已经有产生三个差异 再往下走 走到哪里呢 胃 这个胃呢 我们看到人体的胃液是成为弱酸性的 可是呢 肉食动物的胃酸呢 居然是人类胃酸的20倍强度 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是用来消化肉品的 动性蛋白不好消化 它必须要大量分泌胃酸来消化它 那你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一个人喜欢吃肉 而且视肉如命的话呢 他一直吃肉拼命吃 结果他的消化系统本身呢 分泌这个胃酸 不足以怎么样 提供他消化那么多的肉品的时候呢 他就被迫这个胃要怎么样 分泌更多的胃酸来消化它 结果呢 肉虽然被消化了 可是胃也被磨平了 因此呢 很多胃溃疡 各位朋友不是因为紧张造成的 是因为吃肉吃太多造成的 再来 大家呢 胃酸过多 大家还注意到没有 平躺的时候 胃液可能会什么 逆流 现在有一种疾病呢 也是现代病 以前没有发生过的 食道灼伤 食道被胃液给灼伤 再来呢喉咙会痛 很多人觉得说好像是空气污染了 我喉咙会痛 其实不是的 是胃液逆流 这种人呢 只要不吃肉 不吃肉 您试试看 大概就一两个礼拜 不要而愈 就根本就不用吃药 他这个喉咙痛就好了 因为胃酸被控制住了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第二个特征不一样的 我们人类的胃不是用来消化肉的 再来 再往下走 肠子 肠子的这个长度呢 人类的这个小肠 摊开来的长度是我们背脊的十二倍长度 很长 它塞进去非常非常的长 再来呢 动物这个肉食动物呢 它的小肠一摊开呢 肠一摊开呢 吃到背脊的三倍长 就是它的肠子很短 而且呢 它还是直肠子 什么叫直肠子 就是没有皱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希望很快速的 把吃进去的动物食品怎么样 给排掉 它很聪明啊 它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 这个肉在肚子里面很腐烂啊 腐烂之后呢 就伤害我们它的这一个消化系统 所以大家赶快把它排掉 所以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肠子很短 适应它吃肉 可是我们人 拿这么长的肠子来吃肉 等于是把我们的消化系统怎么样 用我们消化系统的缺点 来怎么样 来曝露出来 就曝露出我们消化系统的缺点 因此呢 我们为什么消化系统的疾病 进来这么样的普遍 各位朋友 就是我们这一个机器怎么样 用错了 我们拿 这一个 房车 去怎么样 当赛车用的 去当越野车在用的 它当然这个车子怎么样 寿命就减短 所以从特征上是这样来看 很多人说 对您这样一分析的 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了 可是好像吃素的人 体力比较差 好像吃了素之后 感觉没力气 各位朋友 这是假象 为什么叫假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先举例吧 我们再来讲学理 运动家 现身说法 十一届国庭奥运 马拉松冠军选手 是一位亚洲人 他是韩国的选手 叫孙姬珍 这位先生 他是终身的素食者 如果我们觉得 吃素没有体力的话 那为什么 他可以跑马拉松呢 这位先生 还活到了90岁 高年 我们都知道 每次足球的 这一个队员 平均受命 大概是54岁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么大量的 这个训练 密集的训练 还有呢 他们大量的吃肉呢 都跟他们短命有关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位选手 他的训练 没有比别人少 可是他怎么样 他的寿命却比别人 更长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吃素 他是吃素的 那你说那是亚洲人 那可能是特例吧 错了 不是特例 我们看到卡尔路易斯 这一位田径选手 他的成就呢 可能 这个很少人可以超过他 九面奥运短跑金牌 卡尔路易斯 他说 我参赛表现最佳的那一年 正是我开始吃素的那一年 而且这一位选手 他吃的是严格的素食 所以严格素食就是没有鸡蛋 没有牛奶的素食 他连鸡蛋跟牛奶都是不吃的 再来 杰出的这个运动员 大卫斯考特 他说 运动员需要蛋白 动物性蛋白的说法 是可笑的谬论 那这位运动员呢 他连续三年 获得夏威夷铁人三项持久赛的冠军 包括2.4英里的海里长友 112英里的单车长骑 在跑26英里的长跑 如果他没有体力的话 他怎么完成这样的任务呢 而且还连续三年拿到冠军 这个 这位选手也是吃素的 再来呢 还有没有呢 还有的 运动家 Edwin Moss他说呢 他曾经在1976年到1984年奥运的时候 连续这么多年的奥运 南华400跨南的金牌 这个是刘翔的偶像 而且在十年当中 我们知道运动家的这个 尤其是慢跑 这个短跑的运动家 他可能运动寿命都不会那么长 他在十年当中缔造了122场连续不败的记录 摩斯呢 他是素食者 他也是吃素的 最后呢 跟大家介绍 因为时间的关系太多了 不声媒体 我们再介绍一个 运动家 这个Roney Moss 他在1956年 莫尔本奥运得到三面游泳金牌的时候 他只有17岁 而他 两岁就开始吃素了 我们看到他的照片没有 我们看到他的肌肉没有 两岁就开始素食的 婴儿 幼儿 到他17岁的时候 他的体格的发展 完全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还得到三面游泳的金牌 我们能说吃素没有体力吗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呢 好像体力很好 那个寿命很长的动物都是吃素的 大象是吃素的 牛是吃素的 马是吃素的 那我们怎么能说吃素的人体力不好呢 各位朋友 那您说 那我明明吃素就比较没有力气啊 那您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好不好 各位朋友 这个是因为我们身体被骗了 肉品里面呢 在消化代谢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种兴奋剂 就是动性蛋白代谢的过程当中 它产生的这个兴奋剂呢 会麻痹我们的神经 让我们的神经产生满足感 所以吃肉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满足感 有没有 并不是因为那个肉本身好吃 而是因为它消化之后 所带给我们的那一种化学物质 它让我们成瘾 它让我们成瘾 就像抽烟一样 它让我们成瘾 所以在您在鸡肉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很难受 特别难受 就是那个东西在做怪 那个东西在做怪 它会让您呢 觉得不吃到真正的很难受 并不是因为您真的很饿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呢 肉品啊 因为它的消化比较不好消化 所以呢 植物它 食品它容易消化 消化之后 当然您也会觉得怎么样 比较饿 这也是自然现象 自然现象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生理的状态 我们都要去做解释 大家比较能够清楚 所以呢 告诉大家 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素 为什么呢 我们举一个人来做代表 这位女士呢 今年112岁了 她是新加坡的国宝 叫做许泽 许泽女士呢 她是一个终身的素食者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她从她妈妈 在她妈妈的肚子里面 她就开始吃素了 为什么 因为她妈妈也是吃素的 所以她妈妈在怀她的时候呢 自然也是吃素的 所以她是我们俗称叫胎理素 所以从这位长者的证明 我们就知道 不但是胎儿可以吃素 婴儿可以吃素 幼儿可以吃素 小孩可以吃素 青少年可以吃素 成年人可以吃素 甚至于老年人都可以吃素 因为她已经112岁了 这个是最好的典范 很多人问她说 你为什么这么长寿 她说没有秘诀 就两个开心加素食 开心加素食 她是一个非常爱心的女士 那么再来呢 甘地她曾经说过 一个民族的伟大 和她的道德水平 可以用对待动物的态度 来加以衡量 这是讲文明的指标 甘地是吃素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吃素可以让我们更为仁慈 史莱泽先生说 除非人类可以将爱心 延伸到所有的生物上 否则人类将永远无法找到和平 史莱泽先生是吃素的 吃素让我们更加聪明 爱因斯坦说 没有什么能比素食 更能改善人的健康 和增加人类在地球上 生存的机会 爱因斯坦是吃素的 各位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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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